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8月17日表示 塔利班已经告诉美国将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平民提供安全通道 沙利文还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认为喀布尔的撤离行动可以持续到8月31日 美国正在与塔利班讨论确切的时间表 数千名美国军人已经飞往喀布尔 协助撤离塔利班武装迅速推进的阿富汗军队和政府垮台之后的工作 他们 member随需要令 supplies冷却的油选择 而且我们想了解他们提供的人 志愿者是积析的 我们接着 Mooimi西瓜与们一起充满赡医域 roid的条件 沙利文还表示 现在就说美国是否承认 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权 还为时过早 这将取决于塔利班向世界展示他们是谁 以及他们打算如何继续下去 决定,它将会是由于塔利班 展示他们全世界的目标 谁他们是 和如何他们要继续下去 这个记录不是很好的